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突然发现 这里的安保竟然都配着喷子 二话不说一拳将其打倒 夺过他手里的枪 就匆匆忙忙地朝着停机坪跑去 这可把等机的乘客吓坏了 以为他是一个恐怖分子 可没想到他没有伤害一人 而是禁止跑向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 此时飞机里的空姐也发现不对劲 我断关上机舱的大门 可惜还是为时已晚 男人手中的枪已经伸了进去 他猛然用力撬开舱门 并勒令空姐立即关舱 没有办法 机长让他立刻起飞 嘴里还不听嘟囔呢 如果现在不往西边飞 躲避太阳 那么日出后 所有人都得死 面对这么神经质的男人 机长试图夺枪 结果手掌直接被子弹击穿 男人也不管机长的伤势 依旧催促他赶紧起飞 但机长表示现在自己受了伤 副机长又并未登机 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起飞的操作 无奈的男人只好冲进客舱内 对着一群惊恐的乘客大啊 有人是否会驾驶飞机 再三询问下 飞机顺利起飞 机长问男人 他们要飞向哪 男人只回答他三个字 一路向西 眼看飞机成功起飞 男人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下来 但不幸的是 由于刚才的那一枪 导致飞机上的无线电被损毁 也就是说 这架飞机已经和地面失去了所有联系 飞行的过程中 为了向机长和丽莎证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 他开始向两人解释说 自己其实是一名北约的少校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他意外偷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如今的太阳正在发生变异 随着阳光照亮全球 地球上所有见到光的生物都会死 丽莎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这种无诚 便岔开话题说 当务之急是帮机长处理伤口 得到少校的同意后 她走出驾驶室 并询问在场的数十名乘客有没有医生 白妞说道 自己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略懂一些看护的常识 处理伤口的过程中 机长采用缓病之急 和少校达成协议 她说自己会按照少校的航线走 但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一定不要把太阳变异的事告诉乘客 随后 少校走出驾驶舱 并守着飞机上躁动的乘客 与此同时 机长也通过广播宣布了飞机的航向 他们打算向西飞行 目的地暂定位冰岛 等把这位特殊的乘客送到那里后 再返回飞往原本的目的地 东边的莫斯科 听到这里 机上的乘客立马炸开了锅 一个女人站了出来 这架飞机正准备降落 可这时 机长却意外看见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名 只见停机坪上火光冲天 无数人群正在朝这边涌来 他们这是要抢驳飞机 迫不得已 机长只得继续起飞 他这才恍然大我 少校说的太阳突变很有可能是真的 就在一个小时前 一个自称北约少校的男人 劫持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并胁迫机长改道去冰岛 听到这一消息的乘客马上不淡定 一个母亲站了出来 他说自己的孩子 明天在莫斯科 有一场攸关生死的手术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他不顾自己的生死 上前要和上校领问 可这时驾驶舱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嘶吼 这才打破了这一触即发的将军 原来飞机上缺少药品 白牛只能用灼烧伤口的办法 来为机长止血 就在这时 飞机上再次出现突发状态 毕明精神小伙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肝傲 白牛赶紧过来帮他处理 慌乱中 一个名叫钢板玉川的奶奶 趁少校分神立马握过他手中的枪 并勒令空姐立马将他关进了厕所里 危机总算解除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玉川听到了他们关于太阳变异的谈话 他问机长为什么要相信少校 机长则表示自己也是为了稳住对方 等会儿飞机就会降落 到时就会报警将他抓走 玉川这才相信了机长 并把枪递给了他 不久后 飞机到达了附近的机场 然而就当他们准备降落时 机长通过闲窗却看到了十分惊恐的一幕 此时的机场已经火光冲天 毫无生机 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降落 而舱内的其他人也看到 众人瞬间陷入了恐慌 难道真如少校所说 末日真的来了 飞机只能继续飞行 他们急忙放出被关在厕所的少校 打算问出更多细节 看到大家终于相信了自己 少校说出了实情 如今的太阳已经发生突变 凡是被太阳照射的地方 所有的生物都会死去 所以他们必须全速向西飞行 驶向黑暗 才有一线生机 可这时丽莎告诉了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飞机上的燃油只够飞行80公里 根本到不了最近的机场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在80公里内 找到足够长的跑道降落 更让人绝望的是 这个地方的太阳 还有一个小时就将升起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陷入了惶恐之中 他们有的开始给家人编辑临终遗言 有的开始录制最后一段视频 但由于没有无线电和网络 他们的短信和视频根本发不出去 好在机长终于找到了一片还算开阔的地方 但由于少校的那一强 导致引擎部分零件被损坏 他们不得不进行紧急扩降 万幸的是 在丽莎和机长的完美配合下 飞机在撞到障碍物的前一门 终于停了下来 飞机停稳后 众人迫不及待地下了飞机 他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少校所言 在地面上 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众人急忙给亲人打电话 让他们赶紧躲进室内 但无一例外 对面全是无人接听 通过网络 他们终于确信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这是一辆吉普车急驶而来 车上下来三名士兵 半个小时后 太阳就将升起 而眼前这架末日航班 却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一路向西 驶向黑暗 随着无线电被恢复 众人终于在网上查到了末日的真相 由于太阳逆转出现天差 导致引发了严重的达马射线堡 这种威力 相当于每鸟一万亿个中子弹爆炸 只要被太阳照射的离开 所有生物都会瞬间消亡 飞机上学历最高的科学家 开始为大家科普 太阳每隔几年磁场就会发生异常 通常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这次的逆转却引发了伽马射线 而这个伽马射线 可能是6500万年前造成恐龙裂绝的最可惑 就在众人惊恐之际 日川将丽莎拉到了休息间 给他看了平板上的新闻 原来那三名刚刚加入的士兵 真实的身份是战争犯 他们曾在国外犯下了谋杀和强奸等罪行 本以为是迎来强远 结果却是隐隐入室 原来半小时前 他们在一处陆地降落后 立马就有一辆吉普车及时而来 车上一共下来三名士兵 他们自称曾经当过机械师和飞行员 想要加入逃亡的队伍 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有力的强远 众人不假思索的同意 但同时 士兵们也给众人带来一个无法接受的消息 那就是 即使躲在室内或者普通的防空洞 只要有一点点的阳光射入 他们同样无法幸免 这无疑是一个擒天霹露 此时的比利时已经天亮 他们的亲缘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有了三名强员的加入 他们很快完成了任务 顺便还把飞机上的无线电修好 可这时 突发状况再次发生 宝妈担心自己重病的孩子 无法长时间乘坐飞机 并且她并不知道末日已经来了 坚持要带孩子留在此地 此时的丽莎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果断与智慧 她让空姐先带孩子 再配合白妞给宝妈打上镇定剂 成功将她抬上了飞机 随着舱门关闭 末日航班再次起飞 可众人不知的是 新加入的三人进成了另一个危机 仿佛为了印证他们的担心 一名士兵开始在机舱内肆意忘卫 而且竟然失手打死了一个老人 面对大家的指责 士兵竟然直接掏出了沙漠之音 好在丽莎集中生智 她说老人是自己摔倒死亡的 这才化解了这一场一触即发的危机 为了想办法摆脱这些士兵 丽莎以帮助机长更换纱布为由 当着士兵的面用法语和机长交流 并把这三人是战争犯的事情告诉了机长 听不懂法语的士兵 对两人这样的交谈非常不满 丽莎淡定地回复说是医疗述路 很快 飞机降落在一个偏僻的停机坪上 这个地方的日出还有两个小时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物资 机长故意安排三名士兵单独去找无线电 但三人异常警觉 他们声称必须有人陪同才行 他们挑选了维修师和空姐 和他们一起 几人走后 机长告诉了大家实情 并让他们收集物资后马上回来 赶在三名士兵回来前 迅速上飞机 同时机长还表示 维修师知道内情 会带着空姐摆脱三人 当他们五人开车来到小镇时 这里已是一片死寂 到处都是废弃的汽车 以及遍布角落的尸体 哪怕是坐在车上的人都无一幸免 很快 他们找到了一家机械店 趁着三人走进储藏室寻找无线电视 维修师急忙锁上了门 并拉着空姐向外跑 空姐对此很不理解 虽然维修师一边让他快跑 一边向他解释这三个人是杀人犯 可此时的空姐智商却完全不在线 他没有选择相信自己的同事 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听着储藏室内猛烈的撞击声 维修师知道已经来不及解释 他只好一个人飞奔出去 并开上汽车及时而去 与嘴跟水 三名士兵已经撞开了铁面 他们也开着车飞速追了上去 留下一脸诧异的空姐 矗立在即将天明的夜幕之中 平击平上 飞机上的人 都在焦急地等着维修师和空姐的归来 不久后 维修师终于回来 他一边跑一边告诉日川 空姐已经回不来 眼见三人已经追了回 日川一脚增开扑梯 并迅速关上了舱门 当机长得知空姐没有上飞机后 表现出异常的悲痛 但为了拳击人的生命安全 也只能迫不得已地扔下了他 地面上 三人朝着飞机狂奔 并掏出喷子疯狂射击 飞机刚刚起飞 老头就发现闲窗上出现了一个弹口 他立马大喊让机长赶紧停止起飞 但却遭到了机长的拒绝 因为这架飞机要一路向西追着太阳飞 一旦太阳出现 所有人都会死 好不容易摆脱掉坏人 飞机上的气氛也轻松起来 我们的男主钢板日川 正在给病重的男孩包着橘子 就在两人温馨相处时 宝妈却走过来将男孩带走 并警告日川 不要指望通过接近他的孩子 来得到他的认识 看着宝妈认真的脸 日川感到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 就在这时 少校和爱因斯坦又开始整起了妖类子 这俩人把飞机上的物资全霸占 强迫大家定下规矩 那就是以后所有重大决定 都不能由机长或丽莎一个人说了算 必须进行一个民主的投票 少校更是对着日川特意强调 尤其是将人甩掉这种事情 日川对两人的要求嗤之以鼻 这激怒了对方 眼看两人要动起手 飞机上的报警装置突然响起 机长和丽莎赶紧翻阅手册查看原因 可没过一会儿 警报却突然熄灭 但还没等两人缓口气 警报声再次响起 结果机长轻轻一按 警报再一次熄灭 连续出现了两次假警报 经验丰富的机长断定 这是有人触碰起落架造成的 没错 这人正是之前被他们扔外面的那个士兵 他在起飞时 通过抓住起落架爬进了飞机底部 机长将这个信息告诉众人 维修师赶紧补充到 如果起落架里的液压系统被士兵破坏 降落石轮子就不能放下来 到时候就会有极大的坠机风险 好在几人想到了办法 如果飞机飞到1500米时 那时的温度就会达到零下40度 氧气也会变得十分稀薄 当起落架放下去时 士兵就会因缺氧或者冻僵掉下去 可显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奇迹 飞机飞得越高 客舱内外的压力差就会骤然增大 等白妞发现玻璃破碎时 一切已经来不及 舱外的空气如潮水一般关键 承受能力差 在短短几秒内就因缺氧 机长急忙提醒乘客带上冷气罩 同时他不得不收起起落架 并降低飞行高度 此时的窗口像巨大的漩涡一般 将舱内的东西往外吸 好在维修师找到一块铁片躲上去 这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可这时小男孩又出现了撞跑 他的呼吸管刚刚被气流吹走了 现在根本无法呼吸 跑在日川集中生智 用刀割下氧气面罩上的管子 并在上面扎了两个小孔 再把它连接到呼吸机上 这才保住了小男孩的性命 与此同时 驾驶舱内再次发出情况 机长发现那名士兵正在靠近液压系统 看来刚刚短暂的高度爬升 并没有让他成功掉下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进入飞机底部 手动解决掉这名士兵 很快 少校带着日川和维修师走进货舱 并用焊枪切割机舱的底部 底下应该就是士兵所在的位置 少校做好设计准备 一切就绪 维修师一把拉开铁板 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 正在这时 一只手猛然抓住了枪头 并用力地向下转 接着用牙齿磁磁咬住少校的手 危急时刻 日川一把握过枪 并朝着士兵疯狂射击 终于将他送上了西天 可等他们回到客舱时 大家并没有为日川的勇敢和客栽 而是全都用一样的目光看着他 因为就在刚刚 这帮圣母发现 日川身上隐藏得更深的罪恶 已经世界末日了 这群圣母幸存者 竟然还审判其眼前的男人 究竟是将其抛弃 还是继续代费 原来不久前 在男人去消灭 躲在行李架上的士兵时 乘客们得知了一个 惊心动魄的消息 那就是日川 竟然也是一个杀人犯 清洁公向他发起了这项指控 因为在上一站 加拿大停靠时 他和日川一起埋葬了 因吞下钻石而死亡的小伙子 可在无意间 他看到日川 竟然用刀切开了 精神小伙子的肚子 并从里面取出了什么 毫无疑问 众人认为日川 肯定是垂涎小伙子体内的钻石 这才指他与死地 面对众人一样的眼神 日川并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告诉了他们实情 原来他从尸体里 取出来的并不是钻石 而是更为珍贵的绿宝石 日川继续解释道 这些绿宝石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国家 那个死去的男人 其实是自己雇佣的 他本打算用人体走私的方式 将宝石运回自己的国家 可没想到的是 精神小伙子并没有遵守正确的包装指示 最终导致未出血 暴毙而亡 而他选择用这种极端方式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宝石 本来就属于他所在的国家 西方列强在上个世纪将它们抢走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物归原主 圣母们同仇敌态的所谓的恶魔 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爱国者 了解了真相的众人情绪有所缓和 但他们对日川的解释并不买仗 就算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精神小伙子的死 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而且将死者的肚子断开 这是对逝者最大的泄力 这些行为 和那三名士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最终 经过圣母们投票决定 他们暂时将日川关押了起来 并打算在下一站补充物资时将他遗弃 上一秒还在拯救大家的英雄 现在却成了众人唾弃的接下去 不得不说这实在很讽刺 很快 飞机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加满燃油 修好玻璃后 就准备继续起航 而日川则会被圣母们无情地抛弃 就在这时 曾经被日川救了一命的少校站了出来 他表示 如果没有日川同行 自己将不会为众人指引庇护所的位置 原来 早在他偷听到太阳一变的同时 他还偷听到军方提到的一个庇护所 虽然他不知道庇护所的具体方法 但只要再次绕回比利时找到会议记录 就有存活下去的希望 过于生存压力 众人只得同意日川继续同行 可事情明显不会这么圆满结束 日川回到飞机上后 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清洁工艺 然后静止走到生病的小男孩面前 询问他呼吸是否顺畅 但宝妈此事仿佛已经忘了 是日川拯救了自己的孩子 他冷漠地让日川离开 不想跟他再有任何接触 黎明前 飞机再度起飞 这时气象学家找到机长 又告诉了他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 由于太阳发生一变 电力辐射增加 它不仅能改变人类原子结构 导致死亡 也会扰乱食物的DNA 也就是说地面上的新鲜食物 将会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他们将只能依靠飞机上的余粮生存 听到这里 丽莎和机长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 但为了不因为食物引起内斗 他们决定将这件事隐瞒起来 可是接下来他们又要面临新危机了 飞机正常飞行一段时间后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颠簸 这架末日航班为了躲避太阳照顺 正持续向西飞行 可两个乘客却将机长拖了出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他们疯了 直到机长贪软在地 就在半小时前 飞机正常飞行一段时间后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颠簸 丽莎急忙来到驾驶舱询问情况 机长回应道 可能是飞行时间太长 导致自己精神有些恍惚 以至于操纵失误 但即便这样 机长还是不愿意休息 没办法 丽莎只得采取强硬手段 她找来两个人 强行将机长从驾驶舱抬了出去 机长痛苦地躺在地上 但她还是表示自己并没有答案 只是因为机舱太热的缘故 随后便走进了洗手间 就在这时 飞机上的无线电射会 突然传来了滋滋的电流射会 维修师 科学家和少校联盟下到机舱 去收听可能存在的通信信息 几人正在侧耳倾听 里面竟然传来了一句模糊的人声 难道说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其他人类存活吗 通过仔细辨认 维修师确认对方说的是俄语 于是联盟来到课舱 让来自俄罗斯的宝拉帮忙翻译 宝拉听了号一阵 发现对方隐约在说 日出 星星 太空等词汇 众人据此得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解密 难道说 这是一位俄罗斯的宇航员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空间站上 维修师忍不住打去 这哥们混得比我们还惨 可现在明显不是开玩笑的时间 如果那位宇航员真的是在空间站 那他是怎么在伽马射线包的照射下从 维修师表示一定要马上 把这件事告诉机长 可当他来到驾驶舱 却发现这里只有丽莎和网红妹 机长竟然不知去向 他返回客舱 乘客们也纷纷表示没有看见机长 这时白牛想起来 机长进了洗手间后 好像就没有出来过 他们连忙把门打开 发现机长竟然已经晕倒 白牛连忙对机长进行检查 随后发现机长出现了严重的发烧 低血压 呼吸微弱等症状 从症状的表现来看 机长很有可能患上了农毒症 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 正是不久前哨校开的那一枪 眼下必须要切除受感染的组织才行 可做这种手术需要无菌手术时 可随后一个巨大的问题出现 以目前飞机上的医疗条件 别说截止了 这连剪指甲可能都办不到 而且这里并没有专业的职业医生 可以主刀 日川对白牛说 你不就是医生吗 可白牛却直接崩溃了 我特喵的只是一个兽医 你现在却要我动手术 众人无奈 看来目前肯定是没办法叫小机长 只能先用抗伤速续着他的命 等降落后再想办 一说到降落 众人又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 机长人都快没了 谁还能够驾驶飞机降落呢 大家面面相许 难道说要把所有人的性命 交到直升机飞行员丽莎的手上吗 可除此之外 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当务之急是要让大家安全着陆 眼前的这个不会开飞机的女的 正在跟着抖音学如何降落飞机 就在刚刚 机长因为劳累过度 再加上伤口引发的浓毒症 导致他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 这也就意味着这架飞机将无法降落 没办法 众人只得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丽莎身上 可丽莎表示 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大型客机 让自己帮忙切换自动巡航的开关还行 像降落这种复杂的操作 自己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 听到这里 气象学家突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可以一边看网络视频一边学习驾驶飞机 虽然这个主意很疯狂 但眼下他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于是经过一段无比煎熬的航行后 比利时的国际机场 已经出现在视野中 维修师打开了教学视频 丽莎也只能根据上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可不久后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飞机右侧的发动机竟然失灵了 机身随后出现了剧烈的颠面 乘客们连忙系上安全带 并做好了迫降前的准备 是声势死全凭天意 丽莎则和维修师急匆匆地看着教学视频 并成功放下了飞机的起落架 接着调整了机翼的位置 随着高度不断下降 机身的抖动愈发剧烈 哪怕乘客们已经见惯了生死 但面对这样的情况还是非常慌乱 科学家冒险将白牛拉了起来 随后两人紧紧护住了机长 飞机仍在继续下降 100米 90米 80米 乘客们开始坦然等待最终的结局 随着一阵重重的冲击 飞机倾斜着滑到了跑道上 丽莎连忙拉下制动法 一番惊心动魄的操作之后 飞机终于缓缓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丽莎竟然真的做到 劫后余生的他们 同时想到了一点 如果光看教学视频都能操纵飞机 那是不是我上我也行 丽莎和维修师总算松了一口气 当他们来到客舱时 乘客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在这一刻 丽莎就是所有人的英雄 在短暂的欣喜之后 丽莎开始为大家分配任务 白妞和科学家去找医院 为机长进行手术 清洁工和网红内去搜集食物 而少校则和日川一起前往北约的基地 找到庇护所的具体位置 正当大家准备分头行动时 维修师却透露了一个 让所有人窒息的信息 维修师通过对飞机进行检查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刚刚侥幸降落时 发动机突然失灵的原因 竟然是燃油出了问题 科学家推测 太阳既然能破坏食物的分子结构 那么同样也能对航空燃油 产生不良影响 这个消息 让众人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 就算找到了庇护所 可如果飞机不能正常起飞 他们也将无法到达 到地球飞了整整一圈的末日航班 再次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比利时首都国际机场 由于太阳发生一变 地面上藏满了密尼麻麻的尸体 而逃亡小队面临的首要任务 事就起因劳累过度 进入重度昏迷的机长 众人来到医院 发现医院里空无一人 当白牛拉开黑色塑料布时 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里面堆满了尸体 很显然 这些人以为躲在黑幕下就能从 殊不知只要有一丝丝阳光射进来 他们就难逃卧于 白牛明白 现在必须马上给机长动手术 如果飞机不能起飞的话 逃亡小队都会和这些人一样的下场 好在白牛的手术很成功 机长逐渐恢复了意识 但现在还不能移动 虽然此时的他依旧非常虚弱 但距离约定的起飞时间只剩最后几分钟 因此众人只能将他抬回机场 可机场这边遇见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因为太阳变移 导致地面上所有的燃油都发生了变质 这就意味着 就算找到了庇护所 可如果飞机不能正常起飞 他们也将无法到达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可能不会遭到太阳的霧 这无疑给逃亡小队的成员了 打了一记强心针 丽莎重新分配了任务 让清洁工和维修师前往燃油储存基地 自己则和网红妹去搜集灌装食物 众人开始分头行动 少校 日川和爱因斯坦一起来到了北约住 探着地上仍在坚守岗位的士兵尸体 少校用一个军礼向他们表达了敬意 接着他们来到了一个会议室 当时少校就是在这里 偷听到了太阳变异的消息 他们希望在桌子上的会议记录中 找到庇护所的蛛丝马迹 可不久后就突然发现这里 只剩下一些毫无用处的废纸 这时爱因斯坦发现了墙上的监控设备 军方的监控一般都是有声音 只要能找到录像带 就能找到当时的会议视频 于是爱因斯坦前往监控室查看视频 日川和少校则留下来继续翻看资料 可就在翻看一份文件时 文件中提到了浪漫的土耳其 少校不免调侃了两句 而土耳其正是日川的阻力 日川紧到少校 侮辱我可以 但请不要侮辱我的国家 曾经贵为少校的男人 怎么能容忍别人拍自己的脸 他上前就是一记左勾拳 日川也不甘示弱 他一下将少校撞飞 就这样 两人陷入了激烈的缠斗之中 可少校怎么可能是 身材魁梧的日川对手 扁剑打不过 恼羞成怒的他一把强迫桌上的枪 就在二人僵尸之时 少校拿起桌上的酒瓶 狠狠地砸向了日川的脑门 冷静下来后 少校尝试将他唤醒 可对方却丝毫没有反应 以为自己误杀了大壮 少校急忙找到监控室的爱因斯坦 当爱因斯坦问他脸上的伤识 他谎称自己不小心摔倒 糊弄了过去 并表示日川独自一个人去了机场 此时的爱因斯坦 已经找到了庇护所的大带位置 那是一个位于保加利亚的地人 达到目的后 两人急忙往机场跑 地形三人去寻找庇护所的位置 回来时日川却不见了 面对机上乘客的询问 少校极力否认 但明显知道内情的爱因斯坦 在众人的逼论下 只能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津的秘密 他在北约基地的监控摄像团 看到日川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而跟他待在一起的少校 具有重大的作案性 少校眼见自己的秘密藏不住 还想诬陷是爱因斯坦杀害了日川 就在众人准备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时 机长通知大家 飞机即将起飞 否则一到日出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去 乘客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他们心里还有一丝期待 那就是日川还能赶上这趟航班 少校也透过窗户盯着外面 可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 随着机长和丽莎启动了飞机 他们开始在跑道上滑行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在前方急速时来 推开车门 众人一看 来人正是浑身是伤的日川 在起飞的前一秒 他终于赶上了这末日的最后一架航班 这个曾经拯救了拳击人性命的少校 此刻却被人绑了起来 因为就在当当 他打晕了自己的同伴 并无情地抛弃了他 而现在他必须为自己的罪恶买办 经过众人投票 大家一致决定 在下一站停靠时将他抛弃 满身是伤的日川来到洗手间 从身体状况来看 显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可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他并没有打算告诉他们 另一边 拜因斯坦找到了庇护所的大概位置 那是位于保加利亚的一个水电站 但他听到的精度和稳度变弹 只能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两半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在每个方向250米半进方位 寻找地宝的入口 这时被关在机舱里的少校开口 他说自己以前当过侦察兵 可以帮忙一起寻找 很显然 众人根本不会理他的气 随即丽莎宣布了 飞机下一站降落的位置 由于地理情况的限制 他们必须降落在 离地堡15公里外的一个空军基地 而下飞机后距离日出只有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在30分钟内行车15公里 然后精确地找到庇护所的位置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慌了起来 当然最担心的莫过于宝妈 儿子重用 根本不能跟跑 如果空军基地没有车 那无疑就是宣判了自己和儿子的死刑 不久后 满脸愁愁的宝妈找到日川 只见他掀开自己的衣服 一道伤疤映入眼帘 原来 为了筹集儿子高昂的治疗废人 在上飞机前一个星期 他不得已 卖掉了自己的一颗身 本打算去莫斯科给儿子做手术 可没想到遇见了世界末日 他十分清楚 停戒自己现在的条件 即使不带着儿子 想要在30分钟内 跑完15公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所以他拜托日川 一旦自己跟不上队伍 一定要帮忙背上他的儿子 可日川显然忘了 他自己的身体也不用乐观 飞机即将降落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机长通知大家不能携带任何行动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毕竟接下来他们就将和死神赛跑 丽莎来到乘客舱 和大家对着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丽莎询问众人 少校该怎么处置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日川竟然选择原谅他 如果今天他们注定要死去 他不希望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宣判别人的死刑 但爱因斯坦却说 放过少校可以 他的手铐不能打开 因为宽恕和遗忘完全是两码事 飞机开始降落 面对人生中最重要的30分钟 所有人都卯足了近 因为他们别无退路 他们必须在太阳升起前 找到15公里外壁护所的位置 否则的话 所有人都将死去 幸运的是 日川和丽莎很快找到了车辆 他们迅速带着众人离开了这家 拯救他们5级的波音747 两辆车一前一后 飞快地开往地跑方向 随着仅仅几分钟后 日川突然开始口吐烂门 显然少校的那一下 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精神恍惚下汽车 直接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好在众人没有大碍 但车子却直接抛锚 无奈他们只能赶紧下车不行 而前方的丽莎他们 并不知道后车的事故 在经过一个岔路口时 他们正确地管向右边 很快就来到了地堡关卡 然而当他们穿过大门时 大门就开始缓缓关闪 众人立马下车去阻止大门关闭 随着门上带有包压电 毫无防备的清洁工 直接被电晕过去 好在他及时松手 并没有伤到性能 这时机长按下了一旁的启动开关 大门果然再次打开 但是当他一放手 大门又再次关闭 显然这个开关 需要有人一直按着才行 可是时间已经只剩下16分钟 所有人都立马不知所措 少校站了出来 他表示为了将功鼓鼓 自己会一直按着按 直到后车进来 然后再和他们一起返回地盘 听到这里 大家都默许了少校的做法 当爱因斯坦准备帮他松开手铐时 丽莎走了过来 他让其他人带着清洁工先去找路 由他来打开少校的手铐 很明显 丽莎并没有完全信任少先 当他打开一只手铐后 反而直接把少校锁在了拦盖上 并把钥匙扔到了一边 他要让少校老老实实地在这里 等待日川他们 少校没料到丽莎还有这一出 他立马破口大骂 而另一边 日川他们也来到了插路口 可意是模糊的日川 却忘记了行驶路线 因插阳错下 他们最终选择了左边的路口 不过他们也很快找到了地宝大门 但却不是少校所在的那一个 这也注定了 他们将永远无法和少校会合 众人随后发现这道铁门也是通电的 科学家说道 只要不站在传导性物质上 同时不触碰另一级的电线 就能翻越炸篮 众人立马开始行动 他们拆掉汽车轮胎作为绝缘体 并脱掉上衣盖住炸篮上 按照科学家的示范 众人终于都翻了过去 另一边 丽莎他们已经找到了地宝的入口 打开门锁后 爱因斯坦他们 排着清洁工迅速进入地宝中 但丽莎却提出她要去接应其他人 而此时距离日出已经只剩三分二十七秒 幸运的是 她很快就找到了日川他们 并顺利带领他们进入了庇护所 而这时外面只剩下了暴躁的少校 她拼了命地想挣脱手铐 但都毫无效果 她努力尝试 依然够不到近在咫尺的钥匙 天空逐渐泛滥 少校不甘心 明明当初是自己救了他们 而他们却无情地抛弃了自己 最后她绝望地看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只能悔恨地流下眼泪 这个从一开始就疲于奔命的男人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 他是最年轻的北约少校 此时双手却被牢牢锁住 再过三分钟 太阳就会升起 他也将命丧于此 要知道 他可是曾经拯救了全机人生命的男人 就在几天前 少校突然出现在了比利时国际机场 从电视上看见人们突然死去 就预感到大事不妙 二话不说 抢过了机场安保手里的喷子 劫持了一架飞机 要求机长一直向西飞躲避太阳的生气 乘客把他当成了疯子 可少校真的没有说谎 没上飞机的人真的全死了 原来太阳一变引发了伽马射险 活体生物稍一接触就会当场死亡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少校竟然是一个心狠手蜡之人 在搜寻记录地保位置的文件时 与胡子男发生了争执 将其打晕抛弃在了北约大厦 这也引发了其他乘客的不满 本想着将他直接丢下飞机 可被他打伤的胡子男还是决定带上他 在经过水电站路口时 被丽莎锁在了栏杆上 随着太阳的升起 少校的生命终结在了这里 可丽莎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成了一枚定时炸弹 自此绝夜逢生第二季拉开了序幕 当众人冲进地保 迎接他们的是一群军人 领头的正是死去少校的顶头上司 瑞克上校 此时他还不知道少校已经死在大门口 带着丽莎等人走进了地保 经过千辛万苦幸存小队 总算找到了安身之所 这里有舒服的大床 食物也可以满足他们吃上几年 士兵闲暇时候还可以健身 老头耐不住寂寞也加入了健身的队伍 而丽莎一直保持着领袖的姿态 试图联系上世界上其他的幸存者 想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太阳的危害 但一直也没有什么结果 在地保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房间 里面存放着一台不停运转的发电机 提供光源的同时保持地保的温度 只要他一停下 深处一千米的地下堡垒 瞬间变成一个大烤箱 而我们的科学家和黑妹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观察太阳的动态 他们抓了很多老鼠 看他们能不能在阳光下生存 经历了这么多胡子男也收获了爱情 可事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和谐 这天厨房突然燃气大火 烧光了所有的食物 一切的原因都归罪于安娜不小心打碎了油棺 即便他连连道歉 也引来了士兵黄毛的斥责 还好上校及时赶来 很明显他们这些外来之人并不受待见 眼下食物被烧光 地面上的食物经过太阳的辐射失去了营养 再这样下去他们就会被饿死 机长说在挪威有地下种子库 只要能拿回来那些种子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他们需要驾驶飞机过去 一提到要出去找燃料 丽莎脸色大变 少校的尸体可就在门口 要是被上校发现 那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审判的人 思索在三丽莎主动提出自己去找飞机燃油 心里想着趁机转移少校的尸体 但还是引起了少校的怀疑 决定跟丽莎一起去 只有机长看到了丽莎将少校锁住 好心地提醒丽莎一定不能让少校发现尸体 丽莎心知肚明 刚上车丽莎就掰断了车钥匙 然后骗上校说 钥匙落在了地堡 准备在其他人熟睡时偷偷去处理尸体 可就在这时 男孩突然发现一只老鼠 打算抓来当宠物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件小事 酿成了一场惨剧 男孩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 地上突然出现一只老鼠 在一千米深的地堡住了三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着的老鼠 拿着一个盒子就追了上去 准备抓来当宠物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不经意间追进了地堡的发电室 上校曾经说过 这个房间禁止他人进入 可男孩眼里只有老鼠 还好妈妈及时赶来要将它拉出去 没想到转身的功夫不小心把门给关了 这扇门之所以一直开着 就因为它没有备用钥匙 从里面打不开 外面也没有可借力的把守 里面高速运转的发电机 会持续产生高温 过不了多久 母子两人也许就会因为兴衰竭而死 丽莎好心提醒赶紧关掉发电机 随着阀门的关闭 整个地堡瞬间陷入了黑暗 可男孩先天废功能障碍 只能靠着门缝吹过来的空气勉强呼吸 得知母子两被困的消息 胡子男风了一样地冲过来 不停地拍打铁门 也没有丝毫办法 众人思索半天打算将门切开 可是能用的喷灯还在飞机上 还没来得及去取 地表传来激烈的震动 预示着有大事发生 上校带人急忙赶往机场去取喷灯 可车上的丽莎紧张得要命 因为少校的尸体就在大门口 要是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可这里是去机场的必经之路 看到尸体上校五位砸沉 直到摸到一只手铐 她坚信这是一起谋杀 丽莎解释说少校是自杀 上校怎么会那么好骗 可现在救人要紧只能事后调查 脱掉外套为少校盖上 匆匆忙忙地赶往机场 可刚到这里 就发现所有的飞机被火 原来刚刚的响声并不是地震 而是有人投放了导弹 上校猜测也许是俄罗斯的幸存者 因为三天前 他与俄罗斯宇航员取得了联系 提到过挪威种子库取种子的事情 显然是这帮幸存者同样极缺食物 又不想跟他们共享 提前炸毁了他们的飞机 眼看着没有了喷灯 只能另想他法 随着温度的升高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 士兵迈克提议 当务之急是说服金发女启动发动机 不能因为保住他们两个陪上大家 此时的金发女还不知道 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已经被定了下来 疯狂地踹着通风口 想通过管道爬出去 努力了半天管道虽然掉了下来 可管道不仅狭窄还异常光滑 摸索了半天也没爬上去 与此同时 上校通过机场的监控 发现了少校的真实死因 正准备回来拿丽莎问责 没想到迈克和黄毛带着枪来到了发电室 想威逼着里面的金发女打开发动机 胡子男趁机抢夺士兵手里的枪 可没想到 触发班机一通乱扫 接着就听见安娜的一声尖叫 上校不幸中枪倒地 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当场 丽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这下坑杀少校的事情 也许就被掩盖过去了 此时的迈克没有一点负罪感 将上校的死归罪给了金发女母子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只有剩下胡子男一直坚持着救人 轮起大锤不停地敲打 即便知道毫无作用 他也不想放弃 经过伤一长发女选择充当这个恶人 表情痛苦地来到了胡子男跟前 胡子男一看就明白了他的来意 希望大家能给他一个告别的时间 随着发动机的启动 地宝恢复了电源 但胡子男的哀嚎响彻了整个地宝 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可没想到 迈克在处理上校尸体时 在他的兜里发现了一个U盘 里面正是丽莎坑杀少校的证据 避免不了一场腥风血影 眼前的女人刚把土豆放进锅里 没想到身边的士兵却心怀鬼胎 抄起油桶全部倒了进去 大火瞬间燃起 烧光了地宝里所有的食物 面对众人的质问 士兵却将纵火的罪行栽赃给了女人 女人本想解释 可士兵却没给他机会 大骂他们这帮外来人就不该待在这里 然后这件事还没完 为了将这帮人赶出地宝 士兵什么都干得出来 甚至动用起了武力 没想到阴差阳错下 打死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可就在整理一体时 从上校的裤兜里发现了一个U盘 里面正是当初丽莎坑杀少校的证据 麦克先是惊恐转而惊醒 正愁找不到借口审判丽莎等人 而为了地宝中幸存者们的安全 金发女放弃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机会 当老头打开发电室的大门 两人早已经没有呼吸 死状极其惨烈 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 丽莎等人找了一个空地 体面地安葬了她的母子 可就在这悲痛时刻 长发女不停地看着手表 引起了马库尔的不满 大骂她没有人性不尊重死者 长发女顿觉自己有点势态 向大家道歉的同时 也好心提醒 距离太阳升起还有三个小时 必须尽快赶去挪威的种子库 不然其他的幸存者就要截足先登了 还没等她说完 痛失爱人的胡子男走过来 离她擦肩而过 女人眼神里满是恐惧 生怕刚当痛失致爱的男人 会抱起伤人 可没想到 胡子男并没有因为 金发女的死迁怒众人 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任务当中 让丽莎和机长大为不解 怀疑胡子男一定在谋划着什么 委托帽子男时刻监督她 防止她做出要命的事情 与此同时 士兵麦克为上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随着几声枪响 这个刚露脸没多久的上校魂归故隆 士兵们走后 麦克叫住了祝伯大使眼镜男 说上校的死虽然是场意外 但如果有人谋杀军官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其实暗指的就是 丽莎坑杀少校的事情 大使似乎也感觉到 麦克话里有话 本想问清楚原因 麦克只说 你了解到交战规则就可以 意识就是让他拾去不要阻拦 看样子 一场惊心动魄的复仇即将上演 因为先前军事基地的飞机 被不明导弹炸火 机长只好带人来到 另外一个机场寻找飞机 可眼前这架飞机体积太小 无法飞去挪威 马克思在其中一辆车内 发现了一把钥匙 有了速度的加持 很快赶到了北部机场 这里停套着一架空客319 几人惊喜万分 先是对飞机外部进行了检查 当他们来到客舱 发现空间也足够大 但要想带回足够的种子 原有的座椅必须拆掉 马库尔接下了这份任务 可刚打开驾驶室的大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只见三具干笔的尸体映入眼帘 从穿着上看不像是飞行员 倒像是农民 一定是听说了太阳变异的消息 想坐飞机逃跑 结果没有驾驶员 一家三口死在这里 看到女人的怀里还抱着孩子 长发女大叫了一声 内心五味杂陈 经过一番检查 机长启动了飞机 马克思因为有过驾驶经验 充当了副机长 其他人系好安全带 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地堡中出现了大使 当丽莎打开门 士兵迈克挟持了所有人 眼前这个白发老头 每天对着镜子 苦练他的八块腹机 目的就是在末日之后 能找个漂亮老伴 一个心怀鬼胎的士兵找到他 后面的事情 你就会知道这个老头有多坏 当丽莎打开门 惊恐地发现老头等人 已经被挟持 胆小的大使也成了共犯 迈克今天要做一件大事 就是审判谋杀少校的丽莎 他很聪明 赶在机长等人 不在地堡的时间 丽莎也就没有了帮手 当看到监控录像时 丽莎才知道 自己坑杀少校的事情 已经暴露 这件事只有他和机长知道 虽然锁住少校为了救大家 可一时间难免会产生误会 此时机长等人 还不知道地堡中的情况 呼叫了几次 也没有得到回应 为了挑拨离间 迈克单独审问起了 丽莎的同伴 安娜表示 如果真的如视频显示那样 少校的死也是活该 因为他曾经见识过少校的狠 科学家不相信丽莎会杀人 黑妹不清楚情况 也不敢乱说 当被问起 为什么锁住少校时 丽莎也没有隐瞒 因为当时他也不知道 胡子男等人走错了方向 老头是一个两面派 一边说着少校罪孽深重 一边说着丽莎杀人有罪 但这本就不是公平的审判 迈克选择在机长 等人不在的时候抓了丽莎 就是想让他孤立无援 接着将他们关进了小黑屋 除了老头 其他几人都选择支持丽莎 老头一直认为杀人有罪 其实这个人就是缺乏存在感 没事就想搞点事情 让人注意他 即使明知道是错的 他也毫无底线 士兵迈克就抓住了他的特点 打算好好利用他 瓦解他们的心理防线 先是举行了一场派对 和大使称兄道弟 告诉他上校死后 他就是这里的老大 谁惹他 他就弄谁 大使只能乖乖听话 然后叫黄毛 将老头和科学家带了过来 让他们带上一个拳击手套对打 这招真的是阴得很 老头本就是软柿子 面对麦克的威胁不敢不从 朝着科学家一顿小勾拳 科学家不停躲闪 也没忍心伤他 这种不杀人且攻心的方式 彻底激怒了科学家 越过老头一拳打倒了麦克 可麦克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没几下就将科学家打倒 老头也被吓破了胆子 乖乖地站到麦克的阵营 成为了他们的狗腿子 麦克安排老头给丽莎送水 丽莎并没有埋怨老头的背叛 反倒是希望老头能帮他搞到一把枪 等到了晚上再将他放出去 然后用枪要挟住士兵 直到机长等人返回 老头表面上答应了丽莎 贝蒂却将丽莎的计划告诉了麦克等人 这老头子真是坏得很 两头都不想得罪 与此同时 为了不让机长等人起一心 黄毛将丽莎带到了外面 用枪指着他的头 威胁他联系机长等人赞到安全 可没想到丽莎突然一脚踢中了黄毛的下半身 趁机大喊着地宝出了问题 人们都疯了 叫他们快回来 还没说完就被黄毛按爆 然后从里面反锁了大门 等太阳升起 让他自生自灭 深夜 士兵拿起枪对准这个柔弱的女人 逼迫他向同伴传递假信息 可转眼的功夫 枪就被女人打掉 还被踢中下体 士兵痛得大叫 趁着间隙 安娜拿起对讲机向同伴疯狂求救 可士兵根本不给这样的机会 一把将棋扑倒 安娜不停挣扎一脚将士兵踹飞 疯了一样的逃跑却跑错了方向 地宝的入口明明在士兵的身后 士兵拿起枪对准他 但并没有开枪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就关上了地宝的大门 安娜深知只要太阳升起 自己就会被阳光烧死 只好拿着一根铁棍返回了地宝 可敲了几次门 里面也没有回应 士兵早已在里面将门锁住 安娜只好驾着车寻找躲避太阳的地方 而就在这时 一架武装直升机出现在头顶 朝着地宝的方向飞去 他一脸的茫然 没想到还会有其他的幸存者 想跟上去查看究竟 当飞机降落后 两名俄国士兵拿着枪走下了飞机 质问他为什么炸掉他们的机场 他被问得一头雾水 索性将炸毁机场的事情栽赃给了迈克 想利用他们的力量从回地宝 此时丽莎也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带着黑妹等人偷偷地来到武器库 准备戴上枪 控制住士兵迈克等人 可没想到箱子竟然是空的 转头的功夫 迈克就带着人赶了过来 似乎早就清楚了他们的计划 不用想一定是老头出卖了他们 丽莎再一次被控制 本以为再无希望 没想到安娜带着两名俄国幸存者 炸开了地宝大门 刚一进来 就与迈克等人发生了冲突 丽莎带人乘乱逃跑 迈克一头雾水 殊不知都是安娜搞的鬼 黄毛肺都快气炸了 双方僵持不下 迈克叫黄毛放下枪 叫另外两个士兵去抓丽莎 科学家想反抗却被一拳打倒 他们根本不是士兵的对手 没几秒钟的时间就被控制 接着被关进了小黑屋 这时才发现老头子受了伤 原来是迈克看他没有了利用价值 朝着他八块腹肌就是一刀 这就是当斗腿肤的下场 老头虽然十分后悔 但也为十万已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迈克靠着三寸不烂之蛇 收买了那两个俄国人 条件就是共享地宝 这样诱人的条件又有谁能抗拒 奇怪的是 他们的机场同事被炸毁 也就意味着 在附近还有第三批幸存者 他们猜得没错 在挪威附近的深海中 正有一艘核潜艇 朝着挪威种子库的方向逼近 丽莎也不想坐以待毙 想驾驶俄国人的直升机 前往挪威与机长等人会合 但现在他们被关在小黑屋里 要怎么逃出去才是关键 直到看见上方的铁网 顿时有了主意 科学家找到两块废弃电池 制作了一个临时喷火器 没几下的功夫就破开了铁网 几人从通风管道逃了出去 当迈克等人发现 丽莎等人早已跑到了地堡外面 为了防止迈克追上 找辆吉普车堵住了大门 但这难不倒迈克等人 用手提钻钻的洞追了上来 刚上飞机 就发现迈克等人 驾着车冲了过来 经过一番操作 螺旋桨开始运转 但要成功上升 还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就在这时 老头突然跳下了飞机 接着向大家招手 他要以生命为代价 护送大家最后一程 没想到这个全剧 最胆小最龌龊的老头 到了最后成了 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眼看着飞机飞到天上 士兵扛起炮弹 就要将其轰下来 然后 随着一声巨响 老头撞毁了迈克的汽车 丽莎等人成功逃脱 随着飞机的降落 这对幸存者小队 总算到达了摩威 他们的目标 就是拿到种子 可零下四十几度的天气 真的有点让人吃不消 为防止其他幸存者 前来抢夺 机长索性将飞机 停载了跑到中央 殊不知人家是从水下来的 只见一艘巨型核潜艇 正在深海中航行 而它的方向正是摩威 当他们到达地库的入口 就发现了两具 早已被冻僵的尸体 从穿着上来看 显然是地库的工作人员 应该没有接到太阳一变的通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在努力地工作 本想体面地安葬两人 可再过十五分钟 太阳就会升起 机长只好说明晚在做 走进地库 却被一道铁门拦住 从外面拉了半天 也没能将其拉开 胡子男胡乱按了几个密码 也没什么软用 门卡肯定在外面 那两个工作人员身上 可太阳马上升起 现在出去简直就是送死 只能等到日落之后再去拿 可漫长的十二小时该如何度过 寒冷的天气冻得 他们瑟瑟发抖 可长久的奔波劳顿 他们早已人困体发 也不管那么多 选择席地而睡 可就在这时 地库的大门突然推开了一道缝 竟然有人在窥伺着他们 等众人睡数 必把漆黑的枪管 对准了胡子男的额头 吓得男人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可即便是有枪在手 女人似乎比他们还要紧张 直到众人坦诚地介绍自己 女人才稍微安静下来 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 只要离开地库 就会中毒身亡 外面的两个同事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对太阳变异的事情一无所知 不管众人怎么解释 他也不相信 表面上看上去像个正常人 可当他带领大家走进地库 众人傻眼了 种子已经被他吃光一半之多 也就是靠着这些种子 女人才活到了今日 可胡子男却发现一瓶药 从说明上看 明显是抑制精神类的药物 而且是空的 直到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女人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有这个喜怒无常的人在身边 和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 没什么距离 但转念一想 让他就这样无辜地死在这里 又于心不忍 还是决定将他带上飞机 但女人坚信外面有毒气不肯出去 如何劝走他成了一个难题 只见众人戴上了口罩 整齐出现在女人身边 骗他说只要戴上他 就不受毒气的侵蚀 没想到女人还真的信 乖乖地同众人走出了地库 而就在这时 出了点意外 帽子男一直不相信 胡子男会放弃复仇 毕竟心爱的女人 是被大家逼死的 这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的刑警 令胡子男大为不满 两人发生了争执 一巴掌打掉了帽子男的口罩 没了口罩竟然没死 女人发觉自己被骗了 瞬间发病疯了一样到处乱跑 只好将他锁进了驾驶室 可这个决定差点害死了所有人